第四週三 今天是初月十一週四 歡迎收聽今日的新聞 我們先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三中全會之前 爆發了一宗又一宗危機事件 最新的油灌車運用事件 更加掀起全民的怒火 学者认为中共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三众全会之后会加速滑入深渊 最近油罐车运装化工油和食用油的事件被曝光 接着网民发现这个问题居然在2005年就存在 还有人透露自己家就是做工业油的 日日都跟油罐车打交道 他说80%的油罐车都运装 而且很早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中国人感叹活着真的不容易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安全的 是值得顺来的 加拿大工立学院中医教授Jonathan Liu 对希望之声表示 化工油是用于工业的需求 不是人吃的东西 如果你混在食物里 对人体是有害的 虽然一次两次数量不多 但是你长期累积会造成对人体的损伤 而且这个损伤最严重的是你意识不到 它是慢慢累积 造成促绩性中毒 因为这些工业用油都含有一些重金属 硫化物 碳氢化合物 长期下去会导致肝脏的损伤 另外 好像有一些金属或者一些化学物质 它会沉积到人的脊水里面 脊水是人体造血的组织器官 有些会造成贫血 长期下去肝也会有发癌变 比如说发毛的花生都会导致肝癌 那么长期这种化工产品 会不会影响消化系统导致一些肿瘤呢 事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问题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体制内的人都有特工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普通百姓的死活 他们是他们 你们是你们 这个红沟从中共诞生那天开始就一直都存在 从来都没笑实过 为什么和以前有毒食品 曝光不同 今次连党媒央视和胡编都出声呢 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原来并不在特工的名单里面 自己因为含照量太低 也被人喂了多年的毒食品 唐靖远说 中共是有剧毒的东西 而且毒素的种类更多 无论你是谁 只要你信他 都有一款对你 加拿大华裔作家姓说 中共的暴力政权从建立政权的那一天 他就已经显示出政权的性质 他完全不会尊重生命 因为中共自己所发动的无数次的政治斗争 直接针对的是那些敢于反抗 不信从他的人 他的目标就是杀人 应该说 这些领域是中共根本就不在乎的 他根本就从来都没将中国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拒绝慰问被洪水围困的灾民 引起全民嘲讽之后 油灌车、云状引发的食物安全问题 又令中国全民愤怒 与这两件事对比 上周发生的中金公司员工 郑文露走上绝路的一件事 影响的范围就小很多 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就不尋常 自媒体罗sir即华发文 揭开郑文露悲剧背后的警示意义 文章说 国内房地产开始步入下行的周期 从日本等国的经验来看 今天我们的房价下跌 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身为金融业翘楚的中金员工 竟然在高位的时候买楼 最大的原因是资讯来源单一 如果说一位金融业的中产阶级精英 都会因为对大的趋势判断错误 而付出惨痛代价 那对国内其他人来说 资讯检防的情况只会更为严重 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 被中共舆论审查 困在信息检防的危害 雷澳华人作家袁鸿兵 7月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 说到三中全会和中国的现象的时候 他说 目前中国有天灾有人祸 而这种人祸又跟以前不同 中共官员现在都躺平 出工不出力 既骗老百姓又骗习近平 袁鸿兵说 目前经济严重下滑 地方财政贫乱破产 民生凋敝 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 当局没办法通过 开一个三中全会 讲一些假大空的话 来树立政治权威 而且官员普遍躺平 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危机 如果进一步发展 爆发全民反抗或起义 将是极大概率的事 在台湾军人年度 汉光40号军事演习 将会由7月22号起 连续进行操练演习之前 中共航空母船山东号 近日延伸 并且静静进入西太平洋 引起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关注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洪 7月10日表示 山东号行经菲律宾北部的 巴林塘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而不是经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上午表示 自从黎明时份起 陆续侵察到中共各类型战机 共计37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36架次战机穿越海峡中线 和它的延伸线 经台湾南部和东南空域 到西太平洋 配合山东号 执行海空联合训练 台湾国防部表示 所侵察到的共军军机 包括殲-16战斗机 和可携带核弹头的轰-6轰炸机 以及空警-500预警机和无人机等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7月9日晚率先发表所侵察到的 中共海军的舰船动态 华山东号和护卫的三艘艇 在宫古岛东南方 大约520公里处航行 分别是飞弹驱逐艦延安号、桂林号 和飞弹护卫艦运程号 日本智卫队当日 也侵察到舰上战机和直升机 进行起降操作 台湾国防部长顾纳红 在立法院回应媒体时表示 台湾充分掌握中国航空母船动向 山东号没有通过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是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水道 也是共军军艦和战机 前往太平洋时通常行的路线 巴林塘海峡是菲律宾巴布沿群岛以北的水道 冬接太平洋西连南中国海 台湾军事专家 前海军艦长呂丽丝指出 山东号通过巴士海峡 到了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不排除是针对台湾军人的汉光40号演习 他分析 山东号今年首次通过巴士海峡 进入菲律宾海演习训练 时间上应该会和7月22日至26日的台湾军人 汉光40号十兵演习训练重叠 而在前几天穿越日本琉球群岛的 无人机和編队 都是为山东号开路 另外有观察人士表示 中共通常会在下季天气较好的时间演习 但近期的军事行动异常增加 台湾周边的安全局势令人担心 至于山东号是否会和中俄編队会合 目前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正在严密监视 随时向台湾和菲律宾提供相关资讯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 中共要求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人 继续效忠共产党 中共要求他们参加网络研讨会 指示他们在美国的同行面前 宣传中共形象 并向共产党缴纳党费 研究从中共发送的政治材料 和向共产党官员报告 美国专家表示 中共此举有双重用意 防止党员叛乱 和利用他们作为中美政治战的马前驯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 卡尔·舒斯特 对新唐人表示 中国的年轻人生活在美国等自由国家 并且享受自由的好处 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度可能会下降 对此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非常担心 舒斯特表示 中共遥控在美党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 将他们当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战争的先锋队 这是中共舆论战 心理战和法律战的实际形容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10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表示 他们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 在公开场合发表宣传中共的言论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7月10日 采访了中国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黄军图 黄军图说 进了共产党就像进了个帮会那样 像黑帮那样 你现在说如果在美国 开设个派出所之类的 会遇到挫折 因为现在美国西方不准你这样做 但是共产党它管共产党员是可以的 不过它这样做我觉得也比较愚蠢 你知道有些党员 他进党是为了自己的谋生 是想在中国过得好一点 但是来了美国 他就不想为共产党做事 因为在美国或加拿大 与不跟共产党做事 与你在美国生活得好不好没关系 实际上并不愿意为他们多做些什么 不过他们将来如果要回中国 或者国内还有亲戚 还有一些事的话 那他们可能会被逼要接受 但是美国政府在查 如果共产党这样做 要求在美国的党员去辅助他的目标 那美国当然就会对共产党员 采取一个严厉的措施 黄君涛表示 中共直接管理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是中共对美国校园私家影响的一个直接载体 学生学者联谊会 是由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资助的 他们做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之后 将来职场发展 找工作时都会有些优势 我在美国大学的时间比较长 到了2006年我才离开 但是在美国大学十几年 我知道其实这些主席 本身并不一定喜欢共产党 他们是爱国 但是到了他们这个水平 他们也知道共产党和中国不是一回事 我在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 和我的关系都是不错的 私下都很认同我的 但是也要为共产党做一些事 在美国抓中国间谍的时候 很多人就可能会比较犹豫 还要不要为共产党做事 反正我觉得 中共做这件事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 但是会被这些中国人带来很多困惑 黄君涛提醒在美国的华人 不要再为中共做事 否则留在美国就比较难了 麻烦就是 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 他们将来在美国找工 在美国如果要发展 美国的安全部门就会留意你 你成了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他们希望留在美国 但是这样 他们留在美国的难度就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北约领导人7月9日 在华盛顿举行为其一周的会议 以澳湖问题和欧洲军费开支为主导 华尔街日报报导 北约外交官表示 北约计划在峰会公布中 批评中方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制定对华战略 也是峰会的主要议题 彭博社的消息说 中共正在为俄罗斯制造和测试 致命性攻击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以伊朗的无人机为圆形 可能属于致命武器援助 如果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肯定会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共更严厉的制裁行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峰会召开前几天 赞写了一篇文章强调 安全不是地区问题 而是全球问题 他还补充说 欧洲的安全影响亚洲 亚洲的安全影响欧洲 对于北约峰会举行的意义 《希望之声》记者採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宋国成说 以前是会将中共当成是一个支持俄罗斯的一种帮助 但现在可能进一步来鑑定它应该就是元兇 而不是一个共犯 因为它提供的主要武器 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重大杀伤力 譬如说 它依据伊朗的无人机作为圆形机 来进行改良等 这会进一步加强俄罗斯本身的无人机作战能力 另外 中共支持俄罗斯在电子作战领域中的一些零部件 这也使俄罗斯本身能获得俄乌战争的延续性战力 所以 说对于中共这个角色 这个定义 已经是从过去好像是一个中间人 进一步定义为是俄乌战争的元兇主犯 宋国诚提到 北约峰会已经连续第三次邀请印太国家 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与会 这些国家都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他说 三次邀请了日韩、纽澳来参加北约峰会 来做一个伙伴国家 实际上日本和菲律宾也刚刚签署了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 所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战略协作 这也体现了北约在对付中共的两个重要的战争思想转变 第一个就是说欧洲和亚洲本身基本上是全球战场一体化 也就是说不存在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的分别 欧洲的战争会影响亚洲 亚洲的任何动荡也会影响欧洲的安全 欧洲的安全和亚洲的安全本身 有一种欧亚安全的相互依赖性 宋国诚认为下一步北约国家会制裁俄罗斯 他说有可能冻结俄罗斯海外的资产 用来转造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另外就是设定一个乌克兰的援助基金 保证对乌克兰的援助能够持续不会中断 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这些西方国家本身 他们的军工的生产能力 令他们有充足的资源 有效迅速地去对乌克兰进行军事上的资源增保 所以手段非常多元 选项也非常多 无论如何 北约这个所谓的外交工具商 或者是战略工具商 还是远远比中共和俄罗斯多很多 接下来就看他如何使用这种战略工具 有效地阻嚇 并尽快地结束这场残酷的俄乌战争 2024年北约组织峰会 由7月9日起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序幕 峰会聚焦俄乌战争 对乌克兰援助 而印太合作 终会是一个重要议题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 纷纷表示希望尋求加强和欧洲盟友合作 应付中国在印太地区 撤撤逼人的军事行为 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担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北约可以阻止他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和北约多国 将会联手提升乌克兰的防空战力 美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 在未来几个月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套防空系统设备 加强乌克兰的防空战力 抵抗俄罗斯飞弹击 根据北约峰会9日的联合声明 近期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 将会向乌克兰运送额外的爱国者飞弹炮组 而荷兰和其他国家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零件 而意大利便会提供3T防空系统 其他盟国部分 包括加拿大、挪威、西班牙和英国 将会提供很多其他防空系统 协助乌克兰扩大防空范围 这些系统包括NASEMS、RST-SLM、RST-SLS 和列炮式防空炮车 扎连斯基也受邀出席北约峰会 他表示正在推动北约对基辅的进一步支持 他说我们正在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号表示 北约在未来几天将会宣布 在德国新设立一个军事指挥部 负责训练乌克兰军队 并在乌克兰首都基库 派驻一名高级代表 加强乌克兰和北约的合作关系 苏利文强调普京无法分裂我们 无法削弱我们 获胜的会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规模更大 也更符合目标 并且随时准备迎接目前的挑战 除了援助乌克兰之外 因派合作也成为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表示 他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 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 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 他指出 这个压迫者现在是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邪恶联盟 他说 我们知道中共党会习近平和普京站在一起 而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做的事 也都威胁着太平洋地区 所以说到我们的对手普京、习近平、哈梅内依和金正恩 他们结成了这个邪恶的联盟 他们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宣布 日本已经下定决心和北约绑定 岸田文雄7月9日出席北约峰会表示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日益交绩 俄罗斯和北韩之间加强军事合作 凸显了日本加强和北约关系的重要性 中共官方网站9日报道说 北约正在为挺进亚洲做准备 它在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岸田在峰会前对北京两年来协助莫斯科 在乌克兰的旷日持久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表示担心 不过他没有点名中国 岸田说日本决心加强和北约和他的伙伴合作 他重申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日的东亚 他还呼吁合作应付超越地理边界的新安全威胁 例如网络攻击和太空冲突 日本被公认为是压止新邪恶族心 在东亚轻风作浪的重要力量 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表示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是新核心国 而且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心国构成的挑战更致命 北约可能必须在2030年之前大幅重整军备 为了抗衡来自中共国的挑战 北约盟友正在寻求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 这次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了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纳 这几个美国是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推手 还以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就指出 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关系已经紧密相连 我们有两场热战同一个热区 除了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 他认为太平洋战区甚至比欧洲战区还要凶险 但是他们是联系一齐的 麦考尔说他担心的是 这些冲突将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令我担心令我转转反側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北约可以阻止他 多谢收听本次的今日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穿起来 就和珍能 优优独播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